福建省常乐县城关人民公社攀野大队 今年早到丰收晚到又获得好收成 社员们在稻子成熟后主动的把它压倒 避免稻粒被海风吹掉 他们精打细收争取丰产又丰收 叛野大队的社员先国家后自己 他们把一百多万斤晒干阳净的头等好粮食卖给国家 超额完成争斗任务十万多斤 二十万倍高分辨率电子显微镜 是上海电子光学技术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和工人 在许多兄弟单位的协作下 经过多年的钻研努力制成的 他综合利用了无线电电子穴 高真空 电子光学 与精密机械加工等尖端科学技术 这种电子显微镜放大倍数达二十万倍 可以分辨出相距只有一千万分之二十毫米的两点 是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向高精尖方向发展 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转子是水轮机上的主要部件 它被水推动旋转后能带动发电机发电 沈阳重型机器厂 铸钢车舰大转子小组的工人 思想红 技术过得硬 他们对待每一台几吨或几十吨重的大转子的操作 从来一丝不苟 坚持质量第一 大转子小组是在一九五三年成立的 十一年来 这个组给各水电站做了近百台 技术要求复杂的大中型转子 没有出过一台废品 质量越来越好 青海农木机械厂的工人 积极生产牛奶分离器 供应畜牧业发展的需要 他们曾深入帐篷 把产品送给牧民看 请牧民试用 让他们挑毛病找缺点 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这种牛奶分离器 结实耐用 轻巧零变 用手工加工牛奶 是很笨重的体力劳动 有了牛奶分离器 既省力气功效又高 陕西省北部 渔林砖砖区 渔林砖区境内 茅乌素大沙漠 占去了三分之一的土地 十几年来 当地人民发扬革命精神 与沙漠作斗争 造林固沙 现在一片片成林的树木 遮挡住风沙 保护了农田 公社化以后 这里的制沙斗争 由防御转为进攻 他们制定了沙漠改造利用的综合规划 并且根据当地的特点 采用银水拉沙的方法 结合造林玉草 将起伏不平的沙丘 改变成平沾沾的凉田 从1958年以来 这里先后建起了十个水库 有大片沙漠的榆林地区 增添了江南的景色 十月十一日 山东省民兵比武大会 在济南开幕 一千三百多名选手 带着优异的成绩 向党向人民汇报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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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车步枪射击表演 夜间射击表演 济南汽车公司民兵队表演 贺龙元帅罗瑞青大将 检阅了山东省民兵军事训练成绩 并一再勉励他们 向解放军学习 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不断提高阶级觉悟 苦练杀敌过硬本领 做毛主席的好民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